顾兮兮 借我点运气 今天晚上七点 我们要去IX的工作室跟他见面 现在 我们先入住酒店休息 好漂亮 你能不能别总一封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能不能有一点生活情趣 你当别人都跟你吃的职责老赚钱 对了 今天有一个时尚品牌的户外市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别做梦了 今天晚饭之前 你必须好好呆在酒店 为今晚的晚宴做准备 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有今天一天 对了我再提醒你一下 这几天在IX面前 你要好好地拿出 你这几天特训的成果 演得像一点 尹太太 尹太太 知道了 还好够 我 知道了 还好够 尹太太 喂 飞扬 顾兮兮自己跑出去了 电话也打不通 你先去IX那儿 接近拖住他 我去找一找 成衫 你吃吧 顾兮兮,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颖茗丝圈, 不是的,我想看一个秀, 然后他那个秀不知道为什么在森林里头, 然后我来根本就找不到他, 他没有路边,我手机还没电了, 我就一直在这里面转来转去的, 我可害怕了, 不过还好你来了, 你生气了? 你说呢? 回去再和你算账, 你, 这什么时候弄的? 没事, 就是蹭破一点皮而已, 都流血了, 真的没关系, 我, 真的就是一点, 我也没有在担心你的伤口啊, 我是看到你, 袖子这块破了, 怕你待会儿见到艾利克, 你的女朋友太贤坏了, 你会说中文的吗? 喂啊, 她是我太太, 当然想回来, 嗯, 明白了, 谁是你太太? 我今天为了你受了伤, 你就不闻不问, 你让别人看到, 会相信我们是恩爱的夫妻吗? 你是不是好歹, 你给我上一下药, 东西已经给你备好了, 来吧, 来吧, 好啊, 没事, 喂, 我讲话有这么无聊吗? 真麻烦, 我很好啊, 那我处是你处起不移, 到破叶的将军, 不经意靠近, 却即等起面, 一日, 林世纯, 我喜欢你吧, 我喜欢你啊, 结局就在我手心 你干什么 你怎么睡我旁边啊 你看得清楚 这是我房间 把眼睛睁开 不是不怕吗 谁怕我没怕 怕吗 不怕 不怕 别躲啊 你再躲躲看 没躲 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去洗手间 你和Alex聊了些什么吗 没什么呀 没说什么 我看你刚才吃饭的时候 一直混不熟 我就是觉得 Alex对我们那么好 但我们却一直在欺骗他 我觉得有些愧疚吧 我答应你 如果这件事让你感到困扰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去向Alex坦白一切 好吗 嗯 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简单快速又直接 什么办法 我牺牲一下 和你讲些争作得了 这样就不存在欺骗了 想的 想的 这个都是骗人的 那是因为你夹不上来 你让开 我想要这个 我给你抓 不过你要借我点运气 你的笑着蜂蜜 甜得很沉溺 我闭上眼轻轻的蜜 我 你 你看看人家 顾兮兮 借我点运气 这也可以啊 放好了啊 丢了的话 烦你一个月工资 去吧 去吧 听说你昨天没有去城的那个艺术展 又延期了一天 真的假的 你骗我的吧 现在给你放假 可以出去玩了 谢谢老板 等等 外出申请书 好 这次跟医术展的主办方 要求延期展会的费用怎么算 从私人账户走吧 毕竟 算是我的私事 你已经不止第一次为顾小姐 做这些没有任何投资回报的事了 你 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不是 我可能已经爱上她 爱 什么时候 你是昨天晚上 嗯